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无前七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肖子恒 今晚的主要新闻有 政府说日后审查候选人资格时 会检视过往所有相关的资料 但难以用时间划分 再多两宗确诊 復必泰疫苗下星期一恢复接种 网上月约系统今天重开 台铁列车翻连出轨事故 部分车厢已移走 蔡英文探望商者 习近平亦都表达深切哀悼和慰问 看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政府正是筹备完善本港选举制度的本地立法工作 当局说日后审查候选人资格时 会检视过往所有相关资料 难以用时间划分 也说若区议员工作重回正轨 不排除日后恢复立入选委会 根据新的选举制度安排 当局将会设立候选人资格審查委员会 審查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等候选人的资格 政府说到时会整体检视过往所有相关材料 我们不可以完全去限定三年前的东西 或者五年前的东西 因为每一件事都真的要in context去看 他那时候是什么事干 可能昨天说的东西是更有用过十年前 但也有可能十年前的东西 引致昨天说的东西有个联系 所以很难一单去看多久 资格審查委员会一定应该会给相当的比重 给国安委的出具意见书 因为等于你去听一个专家去说的话 他对这一点的确是最熟悉的一个部门 他又说基于涉及国安机密 相关的决定不容司法覆核 但是资审会可以要求参选人 作出相关补充或者回应 要成功参选 选除了要经资审会 特首和四成立法会议席 将会由选委会选出 不过117个区议员的席位 今次被踢出选委会的界别 当局解释过去区议员 在选委会和立法会议席较多 但未能够聚焦本身的工作 这些都是令到他可能政治参与度高的情况下 亦都是被利用了去进行很多 所谓他们的政治诉求也好 反正中连说也好 这些是大家不想看到的 所以要先把他的政治能量收回 但日后如果那个情况是回归正确的轨道 或者原来的崗位 那我们可以 你说会不会再转回头 这个到时看情况是怎样的 不少选委会大一别 将会由个人票改为团体票 曾国外说合资格的团体 需要符合有代表性 和体议外国者治港等的原则 今个月中会交代最终名单 另外他又透露 正是检视应不应该规管鼓吹白票的行为 郭斯远之记者 刘俊玉不得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 特区政府需要考虑改革下届区议会的组成 例如是重设委任区议员 有民主派就批评是倒退 人大311决定没有就区议会未来组成 或者产生办法着脈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认为 区议会换届前需要考虑作调整 说相关修订可以由特区政府处理 无需中央出手 所以如果说委任一些 就可以起到一个补充不足的地方 区议会委任议席由2012年那届减少 至2016年全数取消 目前只有郭香兆委员会主席是当然议员 在区议会占最多议席的政党民主党 批评重设委任议席是倒退 我觉得委任制本身就是一个制度 令到一帮人不需要努力 不需要去争取人的支持 不需要争取人的信任 然后自动自觉送个委给他 不要叫议员了 那个人 因为议员应该代表市民 这样的安排都是一个 走回头又走了很多步 我们过去这几届都已经没有委任了 那为什么又要又有呢 那是令人很难不明白 他质疑委任议员未能反映市民声音 母线电视机者陈榮士报导 本港新增两个人感染新冠病毒 本地病例和早前个案相关 而输入个案就是来自菲律宾 另外有少过10宗的初步确诊 对于本港过去一个月 超过四成的输入个案都是来自菲律宾 有政府专家顾问认为 暂时不用收紧针对当地的检疫措施 唯一的本地个案 染病的5岁男童住在将军澳村 星期三开始不舒服 是星期五公布的源头不明患者的家人 至于输入个案 是一个36岁由菲律宾底港的女人 检疫期间第二个样本 验出M501Y变种病毒 她没有病症 根据资料 过去一个月 本港一共录得165宗输入个案 近四成二 即是66宗是由菲律宾底港 卫生防护中心日前亦都说 本港检测度近160宗 大便种病毒的个案 患者不少是从菲律宾底港 目前有当地来香港 需要持有72小时内陰性检测证明 亦都要在指定检疫酒店隔离21日 英国早前宣布 今个月9日开始禁止 来自菲律宾的旅客入境 本港需不需要收紧相关限制呢 现在那个21天的酒店检疫这个措施 其实都看到它的功效 就是会截到很多变种病毒 还有未有变种病毒 是流入香港社区 我相信起码高危地方来 一定会维持21天酒店检疫这个措施 你说会不会不让某些国家的人来 这个要等政府开会才可以决定 许树创又说菲律宾早前发现 一款名为P3的新变种病毒 当中包含M501Y和E484K的特变 暂时没有足够资料 知道它最新的特性 母线电视记者刘俊玉辉道 復必泰疫苗下星期一恢复接种 网上预约系统今早重开 部分的接种中心 未来几日的名额都已经额门 早上9点预约系统刚开放的时候 一度未能进入热面 显示需要等两分钟 之后成功登入 现在有21间复必泰接种中心 截至下午大约5点半 近三分一的接种中心 头七日的名额 大部分日子已经额门 而养和医院社区接种中心 要到未来星期四才有空缺 头两批抵抗的复必泰疫苗 部分包装有限制 早前暂停接种 超过18万个早前预约的市民 星期五起陆续收到手机短信 通知重新偏配打针的时间和地点 如果未能够医时接种 也可以自行重新预约 最早未来星期一可以打针 有药制士说即将接种的一批疫苗 是Biontech委托另一间药厂生产 这间药厂制造金属环比较有经验 相信较少机会再出现瓶盖松脱的情况 其中一间接种中心负责人林哲元 说会按以往做法 整个过程合共检查四次 确保疫苗没有过期 若遵完整无缺等等 无线电视记者邓文化报道 台湾台铁太老角号昨天在花莲 怀疑同工程车厢撞后出轨 救援人员在车厂残骸再发现一具尸体 死亡人数增加到51人 过百人受伤 蔡英文总统去到花莲为问伤者和死者家属 而涉事的工程负责人被惊压一晚之后获准保释 驻台湾记者欧国强报道 搜救工作结束之后台铁展开抢收工作 清晨用吊备车移走在隧道口的车厢 受损最严重的第七第八节 就计划由隧道的另一边拉出 交通部长林佳龙到场视察 当局中午前已经调走两次车厢 运送到其他地方 会派人进入车厢内搜证调查 蔡英文总统到花莲探望伤者和慰问死者家属 又感谢各界援助 我要感谢国际社会对台湾的关心 最后我要谢谢所有参与救难工作的人员 我们也看到民众离让救护救灾的车辆 还有企业民间团体 民众热心地提供物资跟协助 展现出台湾社会良善的一面 上八个死者家属下午到清水隧道前招云和拜祭 有受伤家属也来到 当局更新死者名单 年纪最小的姐得五岁 死者也包括列车司机和助理司机 其中有一家四口 一对子女和爸爸在事故中拟难 妈妈头部受伤 她讲述事发的情况 铁板压住他们的身体 他们都被压在底下 还有椅子都倒下来扭曲变形 行政院要求全台下半期三日 哀悼死难者 今次事故 唯疑是有工程车没有拉手制或者手制故障 由车波滚下路轨和列车相撞 台铁说考虑到长假期有大量列车往返 为了行车安全已经要求工程停工 但工程负责人擅自到现场驾车巡查 造成台铁四十多年来最严重事故 工程负责人说涉事的工程车有拉手制 她在花莲地检署惊压一晚之后 获准以50万新台币保释 暴先电视出台湾记者欧国强不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台铁列车出轨事故 造成重大人员相亡表达高度关切 向愿难同胞表示深切哀悼 又向愿难者家属和商者表示诚智慧 祝愿商者早日康复 又试一会儿回报道 直视在月底前要达到换气量要求 又或者加装淨化设施 有业界说政府容许有合理解释下 可以申请延期 回来新闻时间 政府规定食肆在月底前要达到每小时换气最少六次 又或者加装合规格空气淨化设备 有业内人士说由于增加配置需时 政府容许有合理解释的食肆 申请延期执行规定 食肆要继续做堂食 今个月内需要向食环署登记证明换气量达标 或者已加装143款符合指定规格的空气淨化设备 食环署公布的相关名单上列出品牌、型号、 食用面积、零售价格范围等 近一半主机价钱超过一万元 只有大概一成属于较低价 一部2500元或以下 全港持牌食肆过万间 对于这些指定空气淨化设备需求增加 供应可能紧张 有业界代表查询政府后 引述说如果有合理解释 可以申请延期执行规定 他估计不少食肆疫情之下亏损 大多会选择每个月花几百元租用設備 至于早前已经购买空气淨化机的餐厅 如果并不是当局指定的产品 他建议可以先找承办商检查 换气率是否已达到要求 同时希望当局考虑 业界配合新的防疫措施之后 可以维持晚市堂食 确保不会白费配合规定的额外成本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高中通识科改名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今年九月在中四推行 对于有教师担心在港区国安法下教学有困难 相关委员会主席刘志鹏说 相信教师可以判断不应该宣扬违法言论 又建议警方国安署可以提供意见去协助教师 高中四个核心科目将会有改动 当中通识科改名做公民与社会发展科 课程内容、评分方式都有大变动 课程发展议会考评局公民与社会发展委员会主席 刘志鹏重申不存在杀科 这个实践的过程里出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 最后变成一个挺着重粗练的学科 但又未必能够达到明辨诚思的目的 我们不是新科目 这一科就是将原来的通识科 我们将是调整了 那里面你看回那三个板块 其实都是所崇原的 都在里面以前六个单元里面都见过的 对于有教师担心 在港区国安法之下教学有困难 但里面哪些应该说哪些不应该说 我相信老师专业判断是可以做得到的 简单说就是触犯法律的语言 我们不应该在课堂里面是和学生宣约的 我们也希望国安署将来会有些 这方面的资讯是可以便利到 老师在课堂上教学用的 对于信学科9月推行 有教师担心推行过急 难以预备教材 刘志鹏说教师可以先选取 原有通识科的教材暂用 又说稍后将会有样本试题 相信可以释除他们的压力 母线电视记者刘俊玉报道 这一会儿回报道 云南最多七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多个人是缅甸籍 我们一年三日清明假期开始 预料会有一亿人次出游 回来新闻时间 上海合作组织和二十几个国家的驻华市治 近日访问新疆 反驳近日针对新疆有关强迫劳动等指控 又赞扬当地的反恐工作有成效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洛洛夫 以及马来西亚 巴基斯坦等二十一国驻华市 截同外交官共三十几人 星期二到新疆访问三日 到访乌鲁木齿 克什 厄克苏等地的大型企业和学校等 一行人星期五也都参加 由外交部和新疆当局举办的交流会 新华社引述多名驻华史说 感受到当地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成就 又赞扬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工作效果显著 是回应涉疆负面言论的最好例证 纳洛夫在接受中央电视台旗下的 中国国际电视台专访 说新疆的基建设施和经济发展令人印象深刻 而针对近日对于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 他说到访过当地的房积企业 认为棉花种植技术先进 员工的工作环境和待遇也都不错 他认为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可以比受宗教极端主义影响的年轻人实现就业 融入社会而不是将它们边缘化 而外交部日前表示 相合组织和有关国家驻华史节 在新疆参观访问 证明个别国家指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宗教灭绝侵犯人权等的指控是无契之谈 无线电视机者曹嘉宏报导 内地一年三日的清明假期开始 预料会有一亿人次出游 或者会出现报复性返向 国家铁路集团预计 全国铁路接待近五千万人士旅客 较前年的清明假期增长大约百分之十 机票预订量也超过前年同期的1.3倍 新华社报导 今年2月农历新年假期 当局未免疫情传播 提倡民众留在原地过年 不过随着疫情缓和 加上疫苗接种进度加速 今次的清明假会出现 今年第一个跨省出行的高峰 并预计今年国内游市场 有望加快复苏 雲南最多7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和5宗的无症状感染病例 新增的患者全部在瑞丽市的 全市核酸检测中发现 其中有5个人是缅甸籍 省疾控中心说 根据病毒基因測序 显示病毒是来自缅甸 未发现有病毒变异的情况 而今轮疫情的本地病例 病毒基因序列高度一致 属于同一传播来源 跌至星期五 雲南内的有26宗确诊 本地占23宗 最历史爆发疫情之后 展开大规模的疫苗接种 预计下星期以前 会为30万人接种第一剂疫苗 台湾当局宣布 透过疫苗全球取得机制 获分配102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其中的19万9千剂 将会在明早混抵台湾 疫情指挥中心说 那批疫苗原定在2月至5月陆续抵台 不过因为全球疫苗供应短缺 及配送工作而延迟 连同上个月初抵台 由日厂买回来的 11万7千剂阿斯利康疫苗 台湾目前一共拿到 大约30万剂疫苗 全部都是阿斯利康 当局上个月抵起 优先为医院的医护接种 下星期二起 将会开放给医院内的非医护人员 及集中检疫所人员等接种 另外近日有传媒说 台湾采购的4千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会让出200万剂 给马拉圭做疫苗外交 外交部早前回应说是错误信息 国际半导体市场需求强劲 在台湾全球最大晶片厂台积电 计划投入1千亿美元增加产能 有学者认为会成为大陆 和美国拉拢的对象 最台湾记者欧国强报导 全球汽车产业近期陷入晶片坊 美、德、日、韩政府先后 和台湾当局接触 争取台湾厂商供货 中央社报道 全球市占率超过五成的台积电 近日发信给客户 说过去一年 产能利用率超过8% 仍无法满足市场需求 计划未来三年内 投资1千亿美元增加产能 兴建新厂房和研发领先技术 分析指 去年因为新冠疫情 全球车厂销售受到冲击 减少向晶片生产商订货 令到晶片产量减少 但到今年前景转好 晶片需求急增 供不应求 另一方面 疫情亦令到 远距通讯和医疗等设备的晶片需求增加 而这一轮的晶片需求热潮 亦突显台湾厂商 有些资源可能会到美国去投资 或者是供应链的迁徙 甚至在中国的部分 可能也会进一步要求 像台积电的部分 是不是会整个在制程上 会有更往先进的部分来走 台湾近日多个地方水情高急 有的关注会否影响晶片产业 经济部署强调会掉到用水 确保科技产业不受影响 暴线电视珠台湾记者欧国强不得 海关是机场对开海面侵破走私案 走市检获区以货币挖矿机显示卡 连同大批名贵海美化妆品等等 估计价值大约是3100万 拉着一个渔船船主 行动检获大量海美 包括花胶、海芯、燕窩等 几十支名贵走 亦都是首次检获近300张 用来挖掘虚拟货币的显示卡 海关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五 在机场三跑工地对开海面 发现一艘海移渔船 利用吊臂将货物转到另一艘快艇 海关随即展开行动 但走私分子跳上快艇 往内地水域逃去 海关之后拘捕渔船43岁男船主 报称是回收公司东主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海关说走私分子假扮工程人员 而走私分子没有着航行灯的情况下 在黑夜高速航行对其他船隻和参与 刺激的海关人员构成极大的危险 行动检获的虚拟货币或矿基显示卡 是上个月中才推出 海关相信和虚拟货币价值急升有关 虚拟货币在去年的12月左右 去到今年的第一季上升了很多 其中比特币在去年12月的时候 平均是2万美金 即一个比特币 其实升到今天大概去到6万美金 海关说内地经济恢复对高价食材 电子产品需求增加 但陆路交通受了助长海上走私 而今年截至星期五 减获货物总值达到1亿2千万 较去年同期上升1.1倍 海关相信不法分子挺而走险 利用海路走私高价值货物 已逃避大约2千多万的内地税款 无线电视记者周俊峰报道 市间专营巴士公司明天开始调整票价 九巴大约350条独营路线 平均加幅5.8% 月票就维持780元不变 至于联营路线 调整幅度会和新巴乘巴看齐 首阶段平均加幅8.5% 明年年再会再加3.2% 乘巴北大鱼山和机场路线 票价维持不变 而新大鱼山巴士平均加9.8% 政府说九成乘客每程比多不超过1元 港人在过去年纪不能外游 不少人会选择去郊外露营 带动一系列露营用品销售有不错增长 不过有业界指出香港营地有限 长远的发展空间会受到限制 户外的环境里面 人的身心都是放松很多 还有我觉得都很享受大自然的环境 还有其实户外的空气真的新鲜很多 是很享受的 Sharon过去经常到不同地方露营 她认为在疫情之下 大家希望到户外活动 也更加注重健康 现在参与露营的人都有所增加 近年看到是家庭的多了 因为现在人们容易有车 譬如他带着小朋友开车 加上露营的装备上 现在也轻便了 所以很容易可以一家大小去露营 玩几天 有户外用品店都说 过去一年疫情期间 他们的生意录得不错增长 疫情爆发之后 其实看到香港的市民都会 特别注重身心健康 同时就会练带着 就会多接触了运动 对我们来说 其实看到一些户外运动 例如行山、露营 例如单车、滑板、滚足流冰 用品需求都看到上升 如果对我们集团销售来说 上年2020比2019 大概升幅有一倍 不过目前政府一下下的 露营地点只有41个 虽然过去漁户处曾经表示 会在短期之内增加露营地点 财政司也公布 预留5亿元改善郊野公园设施 包括升级营地等 但是在行内打滚超过30年的 运动用品店店主就认为 露营市场的增长空间有限 香港这么小的地方 如果你说去一些营区 已经有设施的 其实香港很有限 因为很多人玩露营 就希望去一些较为户外的地方 但最重要的地方是有些干净 例如有洗手间 甚至有水 水源就非常重要 所以我不知道实质上 设施可以帮到我们的行业 甚至露营的人会有多少 始终觉得是一个比较局限的 是这样的 无线电视记者陈子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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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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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uas